大家好 我是明月房產後護理之家護理長 我是林月池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如果遇到寶寶皮膚乾燥脫皮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 就是我們在沐浴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寶寶的水溫 還有就是做好我們寶寶的肌膚保濕 寶寶的灌洗用品 衣服、尿布、浴巾、乳液等保養用品等 沐浴的相關用品 澡盆、水溫劑、小毛巾、沐浴乳、小水瓢、寶寶的小玩具 洗澡的順序我們會先清洗我們的五官 那五官清洗結束之後再來是我們的頭髮 頭髮結束我們接著是我們的身體 身體的重點在我們寶寶的皺褶部位 像脖子還有腋下還有下半身 那前面洗完了之後換背部 那生殖器的部分跟屁屁的部分就是擺在最後 木屎特色是我們只要按壓一兩下 那我們不需要再搓樓起泡 增加寶寶皮膚的摩擦 它就可以輕柔的幫寶寶做清潔 那我們這個產品裡面有添加了特殊的天然保濕因子 它輕盈又很好沖洗 對於遇到乾燥皮膚和扭脫皮狀況的寶寶 它減少了脫樓的次數 也能降低對寶寶的皮膚刺激而產生受損的機會 成分越簡單越好 不要加有香料等引發過敏的化學成分 像細菱、酒精 最好能有認證 就是有相關單位研究的認證 洗完澡先以大毛巾壓乾身體的水分 洗完澡後呢 身體的毛細孔是擴張的 加上皮膚還有殘留一點水分 這時候保養品吸收的效果會是最好的 在塗抹寶寶乳液的時候 我們可以搭配一些按摩的手勢 那這時候不但可以增加寶寶乳液皮膚的吸收 也可以增加寶寶跟媽媽的親子關係 我們在日常的時候 如果發現寶寶的臉頰、手背 或者是身體的其他部位 例如像腳等等 有出現乾燥或乾癢的情形 我們可以隨時補充適量的乳液 塗抹在寶寶的皮膚比較乾癢的部位上 來減少寶寶皮膚乾癢的情形 保養品的選擇 原則上我們要把握成分的簡單 不要有過多化學的添加物 最重要是要觀察寶寶使用後的皮膚狀況